今年九月有人统计了部分国家的电影年度票房冠军 除中日韩外 复联4几乎霸占了大部分国家的票房冠军位置 不过表格已经过时了 最新的数据是 欧洲国家都被狮子王霸占 保守的中东被电影阿拉丁征服 逃得了复联躲不过神灯 而且这些国家的本土票房前十名中 有一半都是美国大片 就连俄罗斯都不例外 为了有个清晰对比 可以看一下这一份世界地图 全球范围内就只有中日韩挡住了美国的洪流侵袭 严格来说 日本和韩国的前十名也有大半是好莱坞电影 而中国的前十只有两部挺不容易了 再来看今年的全球总票房排行 流浪地球流浪到前十名开外 哪吒被星球大战9超越 还有一组非常可怕的数据 12月9号 全球最大电影公司迪士尼宣布 旗下电影2019年总票房突破100亿美元 和这个数字接近的是我们国内的总票房 目前在630亿元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不仅在经济军事领域强盛 同时在文化实力上也空前强大的美国 我们的对手是文化领域里的绝对霸主 有个英文单词叫cultural appropriation 翻译过来叫文化挪用 意思是一个文化底蕴欠缺的国家 可以通过手段来挪用他国文化为自己所用 美国是多元文化的民族综合体 奉行拿来主意 因此将文化挪用运用的炉火纯青 比如阿拉伯的预言故事1001页 就被美国人搬上荧幕 拍成阿拉丁反向输出中东地区 北欧拍不出驯龙高手和冰雪奇缘 巴西拍不出礼约大冒险 法国拍不出美食总动员 英国也拍不出爱丽丝梦游先进 勇敢的心和指环王 伊朗拍不出波斯王子 埃及拍不出木乃伊 东非拍不出黑豹 马达加斯加当然也拍不出马达加斯加 迪士尼更是成为造梦与精神文化的象征 白雪 先帝 艾洛 艾丽尔 花木兰 贝尔 莫莉 宝加康帝 蒂安娜 乐佩 梅丽亚 莫阿娜 各国人民都希望迪士尼能出一个自家公主 很多东西 比如说功夫熊猫 我们自己来不及做 就被美国抢先做了 关键别人做的还不错 比我们还要懂中国 让人心甘情愿掏钱 还有花木兰 从电影预告片来看质量应该不会差 但不能否认 里面的各种东方元素 确实是胡乱堆砌 把中国的各种刻板印象全都凑齐了 这对那些从不出远门的人 尤其是华裔儿童来说 影视所呈现出的 就是中国的真实人文风俗 并且根深蒂固 看似在帮我们宣传 其实是重新解构了我们文化 套用我们外衣来表达他们的价值观 成功夺得话语权后 代表我们向全世界发声 我代表中国来告诉你们 这就是真正的中国 不会有太多抵抗 因为这是一个炖刀子割肉过程 可以悄无声息 最终磨灭掉民族特性 这不是耸人听闻 过去几十年的好莱坞电影里 充斥着大量歧视 恶意贬低亚裔人种为乐的情节 因为这样算政治正确 或者加带一些私货 有意无意表现出来 比如漫威电影《上气》 昆廷一再强调 自己是如何崇拜李小龙 了解他的遗弃 那就应该知道 李小龙一生所做的奴隶 都是为了打破皇主人 在好莱坞里的偏见 可惜在电影《好莱坞往事》里 昆廷依然将李小龙 塑造成一个狂妄高傲 扭捏作作的跳梁小丑 好莱坞电影还有一个绝对优势 那就是电影的全球发行能力 可以轻易垄断院线拍片 比如在韩国 有多位导演抗议《冰雪奇缘2》的牌片 占比过高 第一通过立法限制荧幕垄断 给所有电影足够的生存空间 比如我们国内的《复联4》牌片 高达99% 演员王景春甚至发微博埋怨 必须100%牌片啊 我能理解 他主演的国产电影《第九天长》 豆瓣有15万人打分 评分8.0 算是很优秀的国产片了 最终票房4500万 折戟沉沙的还有撞死了一只羊 王家卫兼制 因为坚决不改档期 最终票房1000万 即使只有0.1%的牌片空间 也代表着有99%的进步余地 王家卫说的这句话听着很心酸 我们的优秀电影有不少 真正能在海外传播开来的寥寥无几 比如《流浪地球》 成功打开了中国科幻大门 虽然有一些瑕疵不影响它质量 但到了海外 由于宣发能力太差 许多电影院根本上不了 在全美 只有AMC旗下的64家影院有上映 最终票房在600万美元左右 成绩算很惊艳了 只是可惜进不了北美华语片的票房前十 没关系 在接再历 只要中国科幻片能整体崛起 后续能继续保持这种质量 终究能突破外国影院的封锁 毕竟谁都不会和钱过不去 高上座率的电影资本家们都喜欢 可惜后来出了上海堡垒 外国人对我们的偏见和误解 不仅是好莱坞造成的 也和各国使用的互联网产品脱不了关系 比如脸书 全球用户超过20亿 每月的活跃用户数量 甚至超过基督教的教徒所述 地位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微博 脸书旗下有三款聊天社交软件 分别是Messenger Instagram和WhatAPP 总用户超过20亿 相当于微信QQ在国内的主宰地位 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有款 月活跃用户达到20亿 相当于国内腾讯视频 加爱奇艺 加优酷 加B站的组合 全球最大搜索隐形 谷歌 是大部分国家的指定搜索工具 用户数无法估算 地位相当于国内的百度 加360搜索 还有许多用户超过10亿的巨无霸软件 就不列举了 试问 当这些美国互联网产品 成功打入到各个国家后 会出现什么后果 垄断了全球解释权 也因此 中国很难在国际上 发出自己的真实声音 会经过一层又一层的筛选过度 扭曲本质 是的 软件是工具 工具不分善恶 但掌握工具的公司 却有它的政治立场 比如谷歌 知道国内有许多网友 对它的印象不错 不作恶一直是谷歌的理念 的确 早期的谷歌 因为没有竞争对手 发展一帆风顺 不刻意追求利润 可以做许多很酷的事情 到了互联网下半场 竞争激烈 用户增长迟缓 为了盈利 为了对股东负责 谷歌开始作恶了 只说谷歌的三件事 第一 是通过互联网人口来干预舆论 对用户进行潜移默化的洗脑 在美国总统大选上 谷歌的搜索栏里 希拉底选项 被人工放置在前列 其中至少有5000万张 有效票被转移 第二 是谷歌接警车 恶意搜集用户的电子邮件 短信和信用卡支付信息等数据 一开始被曝光后 谷歌还会澄清拒不承认 后来相继被英国 法国 德国和韩国官方 用证据打脸后 谷歌才将锅 甩给某个员工 说是个人行为 第三 是谷歌和美国国防部合作 携手军方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来提高无人机的航拍分析能力 为了赚钱 谷歌不惜参与杀人武器的研发 最厉害的手段 往往表面伪光正 打着维护言论自由 保护学术公正的棋子 背地里却偷偷做一些隐晦手脚 所以说谷歌退出中国市场 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只是遗憾 为什么我们国内的搜索引擎如此不争气 弄出太多惹民愤事情 才让人觉得宁愿用谷歌也不用它 是真的安逸太久了 再来谈谈谷歌旗下的视频网站 油管 里面有大量对华裔不友好的视频 比如前几年 有一段美国黑人的说唱视频 歌词详细介绍了 为什么华人更值得抢劫 首先 你找到一个华人社区的房子 因为他们不相信银行账户 不要去拿大屏幕 液晶电视和手提电脑 偷珠宝盒更为划算 拿到当铺 当天就可以变现 视频一发酵 美国华人强烈反对 不过YouTube坚持不下架 认为是艺术创作 美国白宫也接着回应 这是言论自由 不容干涉 后果是 那段时间 华人被抢劫的安全剧增 2016年9月 费城华人餐馆协会秘书长朱峰成 自年初以来 费城已有近百起 华人餐馆和家庭 遭到非洲裔持枪入室抢劫案件 脸书和推特虽然号称言论自由 但做的恶也不少 推特删掉936个 在内地建立的账号 理由是 这些账号有官方背景 通过传播放大各种涉港信息 破坏香港示威的合法性 还企图在香港 拨下政治不和的种子 扰乱香港政治秩序 脸书发布声明 称他们通过从推特得到的消息 删除了许多账号 理由是 这是由中国政府发起的 针对香港暴乱的舆论操控行动 长期处于算法推荐的信息过滤中 导致几乎所有外国网友 都很难真正了解到 香港发生的一切真相 不要高估了外国人的信息之后性 世界各国人民都一样 都相信偏见 容易被误导 正因为掌握了全球的舆论发生权 所以美国可以随便塑造自己的形象 可以是世界警察 可以是世界灯塔 也可以是救世主 可以屠杀了数千万印第安人后 将自己美化成英勇的拓荒者 也可以编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取得入金伊拉克的借口 长期接受西化的一些港台年轻人 用沃子APP聊天 用谷歌搜索 看油管视频 上脸书社交 生活在这种精心布置的互联网语境中 要所谓民主 要言论自由 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如此容易被鼓动了 很难过 但这就是美国文化输出的力量 在这场世界文化战争中 别的国家当然有反抗过 只是基本没有一个能打的 有的自知难以抵抗 干脆闭上了眼睛装死 有的被打成伤痕累累 只受一口气吊着 苟延残喘 比如俄罗斯 作为斯拉夫文化圈里的东欧老大 俄罗斯的组长曾经显赫辉煌 沙俄时期诞生了高尔基 普希金 托格涅夫 托尔斯泰 契赫夫 果格里 托斯托叶夫斯基等文坛大师 在当时影响深远 即便到了苏联 也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 留下了大量文化痕迹 但吊诡的是 到了当代 俄罗斯在文化事业上 几乎全方未溃了 无论是文学 音乐 还是电影电视剧 能留在中国百姓心里的 除了战斗民族烙印 俄罗斯方块 套娃就是卡丘莎 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了 非常可惜的一个国家 不过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发声渠道并不弱 因为它有一个强势的媒体平台 今日俄罗斯 在100多个国家 有6.3亿观众 与BBCCNN三组鼎立 今日俄罗斯厉害的地方 在于煽风点火 带节奏炉火纯青 常年累月的打西方媒体的脸 而美国政府偏偏无可奈何 在西方媒体的统一预境中 就只有今日俄罗斯敢揭开香港暴力示威的真相 发出各种灵魂质问 美国为何要支持香港的反政府运动 有什么依据通过香港人权法案 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国际媒体 能发展到今天 变成庞然大物 韦时不容易 再来看一众欧洲国家 各国呈现出一盘散沙状态 小而美 各自为战 空有一身雄厚的文化底蕴 迟迟无法发挥出来 只能勉强吆喝 赚点赔本买卖 真正利于文化不败的 只有英法德三国 英国是老牌帝国 再怎么衰弱 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也属于一流 靠着BBC冲锋陷阵 而且有语言优势 大多数国家都学过英语 英国也很重视文化产业发展 保住了日不落地谷的余晖 而法国一直很被动 作为启蒙运动发起国 欧盟老大 补偿之一 军事强国 还掌握一些非洲国家的货币发行权 经济却常年下滑 游行罢工罢课 移民泛滥 政府无能 只顾着法国进一步发展 更没有多少精力来谈文化输出了 德国同样可惜 他算是欧盟里面 唯一蓬勃发展的国家了 祖上名人辈出 戈德 黑格尔 巴赫 康德 尼采和贝多芬 还有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 如今 延续百年的精神文化 随着二战消失殆尽 呈现出一个断层 古典文化 让人望尘莫及 流行文化 又趋近于零 变成一个纯理科民族 另外 统一的德国总会让人忌惮 美英法额时刻盯着 德国是美国驻军数量最大的欧洲国家 自身既没有军队 更没有核武器 处境非常被动 欧洲往东 地中海彼岸 便是阿拉伯世界 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阿拉伯各国始终无法政教分离 坚守伊斯兰文化传统 导致转型失败 至今仍然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社会 更不要说什么文化出海了 留业可拯救不了中东 有个例外是土耳其 经过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后 成功远离了伊斯兰教 并努力融入到欧洲国家队列里 但欧盟很不欢迎土耳其 不管是信仰冲突 话语权争夺 还是移民潮等因素 都注定了两边不是一路人 既背叛了伊斯兰 又不被基督教接受 尴尬的土耳其 在历史的撕裂中徘徊 印度同样被宗教所困 而且无法摆脱 历史上的印度 多次被外族入侵蹂躏 历史文化出现断层 非常惨 一直到近代 印度得到英美俄的大力扶持 才建立较为极权的工业体系 开局就握有一手好牌 但印度几千年的包袱太重了 种性制度顽固 印度教沙文主义强盛 政府控制力又太弱 根本无法集中力量干大事 更致命的是 印度的精英阶层 那些有识之士 基本跑去了美国发展 这也是美国公司的高管 有这么多印度人的原因 对印度来说是隐形大失险 除了称霸南亚 印度文化就很难继续往外影响了 最后再讲讲东亚三国 首先是韩国 无论是韩剧 音乐 还是南团明星 比如鸟书这种传遍全世界的歌手 都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 觉得韩国的文化输出很强 确实 前几年的韩流 可以说席选整个中国一点都不夸张 但除了中国呢 或者说出了儒家文化圈后 韩国的影响力还有那么强吗 并没有 严格来说 韩国属于文化荒漠 一点都不夸张 我们仔细理一下 韩国电影在国际上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力 甚至没有出名的韩国明星 可以达到李小龙 成龙高度 更没有什么知名导演 从饮食文化来讲 韩国菜也默默无闻 沦为一种小众菜戏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是韩国流行音乐 本质上还是照搬欧美的音乐风格 做出各种迎合欧美口味的内容 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这和韩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一样 作为美国小弟 只能成为欧美市场的零件提供商 作为欧美文化的一个分支补充 难以自主发育 韩国当然想培育自己的文化 但无论人口还是本国市场 都太小了 如果要用一个贴切比喻来形容 韩国就像没有唐食的个体餐饮店 专门做外卖 客户喜欢哪种口味 就无条件迎合 靠各种精美包装 输出标准流水线食品 而没有自己的独特招牌口味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竞争激烈的男团女团模式 还是批量制造的整容明星脸 都像是从流水线产品里走出来 千篇一律 无论韩国媒体怎么自吹自夸 文化输出的主要对象还是东亚 并且以中国为主 当限韩令一来临 韩国的文化输出就遭到断牙式下跌 尴尬且被动 要论文化输出强国 日本绝对有一席之位 无论日本动漫 动画还是游戏 音乐 文学 电影等领域 在全世界都有足够强的影响力 日本在海外形象 等同于良好亚洲人的代名词 去一趟欧洲 服务员说的最多的话 是康尼几晚和阿里嘎多 虽然比起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如今日本的影响力下降不少 但哪怕失去二十年 今天依然很能打 值得我们学习 但日本有一些现象 给我的感觉很不对劲 第一个现象是 几十年前的日本文化作品里 普遍充满积极正能量 而现今的日本文化 比如一些漫画和影视作品里 充斥着各种冗杂腐朽的气息 价值观扭曲 垂肺低丧 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第二个现象是 日本年轻人的身高越来越矮 排除掉基因问题 在没有饥荒的年代里 是很不正常的 这里有一组官方数据 日本国立医疗研究中心 在2017年的对日身高研究中显示 2014年出生的日本男性和女性 20岁时的身高 预计比1978到1979年出生的人 分别矮1.5厘米和0.6厘米 与之相反 中国年轻人的身高在持续增高 这里面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网上有许多人分析 美国在二战之后 为了更好地控制日本 改造意识形态 一步步精神阉割 或者说文化阉割 但这样的表述极为不严谨 因为再怎么衰弱 日本依然是世界文化强国 文化输出世界领先 不存在什么阉割 一些日本作者的文集 比如松本清章著的《日本的黑幕》 以及CIA在网上的公开文档里翻查 真正铁证如山的操作黑幕 没有找到 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推敲 比如日本的财团 媒体和电视台 背后资本都有美国身影 掌控了最上级阶层 就能自上而下进行暗中改革 因此我们更愿意理解为 是美国的一种文化引导 在一步步引导中 逐渐消除日本文化中的雄性特征 也就是去雄性化 从精神上进行民族改造 如今流行整个亚洲的小鲜肉模板 发明原地就是日本 从20世纪末开始 日本的男明星越来越女性化 刻意控制自己身材 以追求销售感 往可爱萝莉的方向靠拢 越矮越矛 整个国家的审美往畸形发展 这就导致了男女的择偶选择上 会倾向更矮小更瘦的人 等到了下一代 更矮更瘦的人会越来越多 民族彻底走向弱化 另一方面 日本的宅男群体越来越庞大 成天沉浸在二次元里逃离现实 后果就是 人民逐渐丧失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骨子里失去反抗意识 政治上对美国盲从 精神上对美国贵道 在最新的2019年民意好感度调查中 有67%的日本人对美国有好感 甚至曾有一个日本人 问我中国目前有多少个美军基地 在他们眼里 自己国家有美军基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这就是一种被征服文化 不管美国有没有文化引导 日本都活成了美国最想让他们成为的样子 日本文化成为东亚文化的代表 输出一种极不正常的扭曲审美 还被发扬光大 进而扩散整个东亚 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 而我们也被日本文化代表了 我们一直有在抵抗 很多时候却显得力不从心 只能说基本守住了自己的文化阵地 我们的年轻一辈很幸运 他们没有活在经济贫瘠的年代 没有被中日夏令营较量洗脑 不相信美国霸气小护照 更不相信德国良心下水道 但他们活在一个文化竞争更激烈的环境中 活在好莱坞影视 日本动漫 韩国音乐的渗透中 从小暴读全英幼儿园 说到自证腔圆 而普通话往往还说不准 分辨不清自己的母语 学龄建长后 思想上往高级洋文化靠路 走进了一个极端 另一个极端是洗脑 坚信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 打着爱国旗帜和传统文化之名 一边抵制洋人节 一边宣扬唯新主义思想 歪曲佛如道理论 披着王阳明新学的外衣 搞出新女德 弟子规 后黑学和二十四校 变成精神洗脑传销 嘴里满是人意 脑里全是诡计 任何伪国学 讲到最后都变成空洞的自然感悟 所谓的回归心灵 因为这样最好忽悠 最不容易被揭穿 你领悟不了 是因为你没慧根 没大智慧 不懂圣贤之意 需要继续报名高级研修班学习 无论哪一种极端 都是积不择实 极度贫困的文化表现 是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 是对当今文化的迷惘 这里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来捋一下 首先是文学 我们当今的文学 出现了一个很明显断层 上世纪九十年代 属于真正的分水岭 九十年代以前 同文 杨将 巴金 王小波 贤中书 石铁生 等一批有时代力量的作家 思想碰撞之激烈 让人感慨 这股充满生机的文坛锐气 在九十年代之后渐渐殆尽 我们社会很难再涌现出 类似的精品文学 只有寥寥数人 撑起文坛这顶大旗 其他作者更多热衷于 孤名调狱和文人相亲 再也写不出那种朝气蓬勃的意境 这固然有现实原因 原本西方国家要经历的 上百年工业化进程 但年轻作家的思想却需要岁月来沉淀 如果平生都活在钢筋水泥胶处的都市中 没有行万里路的阅历 很难在文字上凝炼出一番浩荡 而我们迫切要知道 中国文学的后路究竟是什么 未来又要走向哪里 影视行业一样浮躁 一边是老一辈导演的滞后观念 急着想融入世界 拍出能让外国人看懂的电影 达到外国颁奖标准 却失去了对传统东方故事的解读 陷入邯郸学部的尴尬地步 另一边是市场饱受流量明星跨界导演的严重冲击 烂电影圈前现象泛滥 老演员无戏可拍 劣币驱逐良弊 另一边是行劲老套 同质化严重的国产剧 充满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现实格格不入 任何题材最后都能变成恋爱剧情 另一边是强行割正版韭菜的VVIP制度 把全中国最有版权意识的付费用户 所辛苦树立的正版付费习惯 全部揉碎在地 最后还嘲笑他们不配拥有精神生活 一边是粗制滥造的国产综艺节目 既没创新也没版权 总想着翻拍抄袭 总想着如何榨取最大利益 追求最大节目效果 致意人生命于不顾 另一边是待遇和地位极差的编剧 缺乏话语权 更缺乏灵感空间 就像房企里的设计院一样 接到设计要求后 当天必须出剧本 这一切罪魁祸首 总有人将锅甩给电影审查制度 说影响了自己的创作自由 或者许多敏感题材不让拍 但真的不能全怪审查制度 我们在有审查的情况下 都能贡献出大量劣质到 令人叹为观止的垃圾电影 让《少年的你,我不是药神》 《红海行动》 《流浪地球》和《哪吒》这些电影 行贺以堪 我们耽误了至少五年时间 才让粉丝理清一个现实 自家爱豆没有拍电影天赋 哪怕再怎么努力都没用 没演技就是没演技 也让无数观众看明白 不是套着一个西方河 就是所谓的中美河拍大片 如果我们不喜欢花木兰 不喜欢上气 不喜欢外国来描述自己的国家 那就硬气点自己做一个出来 用优秀作品来折服别人 而不是空洞无意义的喊口号来抵制 正如刘慈欣所言 《流浪地球》的成功 给了我们一点点自信 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需要建立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 才能持续拍出 承载我们自己思想意识的电影 需要一批优质的国产电影 才能真正撑起来 同样的问题可以放在国产动漫上面 以哪吒来算 票房五十亿 制作成本八千万 看起来不错 但那是一种怎样的拍摄处境 20多个外包团队 66次剧本修改 1000多位动画制作人员参与 1600多位动画制作人员参与 1400多个特效镜头 还因为经费和技术所限 一些重要镜头 认同舍弃 这是导演杨宇的最大遗憾 相比之下 迪士尼拍的《狮子王》 成本是2.5亿美元 折合17.5亿人民币 差距极大 我们的动画电影 因为成本太便宜 只能被投资方压着 真正受苦受累的是 动画制作民工被极尽压榨 导致优质人才全都流失 中国的动画产业 只能说崛起了一部分 大部分其实还在沉睡 要想崛起 请让国内的编剧 动画师和插画师 先吃饱饭 再来谈艺术吧 还有游戏行业 就像扶不起的阿道 无数热爱游戏的人 都有过豪言壮志 有过热血情怀 要做出全世界 有知名度的好游戏 当涌入游戏行业后 最后做出来的 全是换皮游戏 代理游戏 就是山寨业游 是国内的游戏公司实力不行吗 并不是 他们有资金 有实力 却没有动力做出好游戏 既然一个山寨手游 每月流水能稳定极易 何必再费尽心思做创新 能躺着赚钱 就绝不战争 日本有真三共无双 有三国志 英国有全战三国 我们呢 截取别人的游戏片段 为自己的山寨手游宣传 套路一脉相承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国内的游戏 应该还会迷烂很久 直到连那些大公司都开始亏损为止 才会意识到 哪些是真正的狗屎 哪些是真正的游戏 只可惜 大家还没意识到 在这场世界文化战争中 我们已经处于下风了 是儒家文明 抵御西方文明的力不从心 是文化贫瘠 与浮躁魅族的思想碰撞 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如果我们继续放松警惕 最后恐怕和萨切尔夫人 所说的一语成衬 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因为中国今天出口的是产品 而不是思想观念 中国的知识体系 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 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 即使中国经济快速崛起 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 但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输出上 仍然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小国 我们一直就没有文化输出吗 并不是 要说思想输出 中国的道家儒家影响了整个西方 是东亚唯一逆输出西方的国家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世界文化名著总销量上 道德经的销量已经超越了圣经 跃居所有经典之上 荣登世界书籍排行榜榜首 我们想不到吧 德国其实有句谚语 左手一本圣经 右手一本道德经 你将无往不胜 另一个是孔子学院 全球已有158国家 设立了535所孔子学院 以及1134个孔子课堂 我知道在国内的舆论中 很多人对孔子学院嗤之以鼻 觉得在铺张浪费 叫外国人儒家经典 知乎折引 没有用处 但事实上 孔子学院根本不教这些 更不搞什么复古 他的最根本任务 是教外国学生说中文而已 担当一个沟通桥梁 那些质疑的人 恐怕难以想象 哪怕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也有许多百姓 对中国充满偏见 你甚至无法想象 即使在2019年了 还会有法国老头 一边用华为手机 一边真诚地问我 为什么不扎辫子 还有你们那边能看电视吗 之类的疑问 不要高估了外国人的 信息接收渠道有多便利 甚至许多外国人 这辈子根本没出过国 加上意识形态的抹黑 才会有这种认知偏差 我们如果不主动 宣传中国的模样 就会有别人去宣传 他们想宣传的 可以从白宣传到黑 从而打到恐中目的 让人不敢来中国 对中国抱有敌意 甚至对在海外的中国商人 造成威胁 我印象最深的是 在巴黎迪德罗大学的 孔子学院里 英文老师说过的话 我们不是要这些外国人 懂得中国的天文地理 通晓上下5000年历史 仅仅是想告诉他们 我们国家没有战乱 没有黑帮火拼 这片土地有治安有秩序 能包容一切文化 诚挚欢迎他们前来中国 这就是孔子学院的意义 是最一线的文化渗透机构 而且我们的布局已经算晚了 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 从1991年开始全球布局 更早的还有德国各德学院 历史可追溯到1951年 只是由于意识形态 西方对中国的这种文化策略 非常敏感 近近年来 若需有部分孔子学院被关闭 认为孔子学院 是渗透天赋别国政治 恰恰如此才能证明 孔子学院的有效性 但是正如漫威 功夫 日本卡通等文化 真正能传遍世界的 还得依靠流行文化 依靠通俗 容易理解 并被大部分人所喜欢的文化 好比京剧武术 简纸穿花 如果我们本身都不愿意了解 就如何让有语言隔阂的外国人喜欢 文化只有被人大量消费 才会有生命力 我们要想文化出海 就要输出那些 原本被我们所认可 喜欢 最后却被外国人追捧的东西 比如网络小说 很多人低估了网络小说 对中国文化传播的意义 网络小说是真正的自由经济产物 竞争环境相当激烈 每年有一大批新人进场 也有一批新人黯然离去 优胜劣汰 因此 为了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 网文在爽这一点上 做到了极致 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看这种俗的东西 而且网文里宣扬的正义 个人英雄主义 逆袭奋斗 末期少年穷等思想 正是全世界都通用的普世价值 国外有一个民间网站 叫武侠世界 仅仅是将网文翻译成粗糙的英文版本 就能冲破海外的文化封锁 拉拢一批忠诚的欧美读者 查了一下最新的全球网站排名 起点的国际版 排在4394名 而武侠世界排到了1612名 文化渗透里可以说恐怖如斯 真的很不容易 只有大量外国人都喜欢看中国网文 我们才能夹带一些价值观输出 当逐渐看厌了一成不变的无脑爽文后 外国人自然会追求更高雅的网文 会去主动了解中国的阴阳五行 上古神话 山海经 甚至是中国历史 会去看唐砖 坠绪 庆余年 和大宋的智慧 另一种文化输出方式 是像李子柒这样的博主 来重新结构传统文化 不管李子柒有没有做到文化输出 至少视频里的酿酱油 古法红糖 叉爱草 包粽子和吃月饼等传统习俗 是成功打进外国人心里 就已经足够了 我很喜欢的一个博主阿牧爷爷 是一名木匠 在油管拥有一亿五千万的播放量 他做的各种工艺品 比如鲁班凳和中国管微缩 成功将笋某工艺传输出去 同样是一次完美的文化输出 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博主 走向海外 做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自然能打破外国社交平台的封锁 除了输出流行文化 还有铺好能将流行文化 传播出去的道路 比如抖音的海外版TikTok 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 其实就是抢夺国外的话语权 我们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大部分国家不是说经济冲上去了 文化就能输出 只要没在互联网时代攻城掠地 没有诞生像脸书 谷歌 微信 亚马逊 淘宝等超级平台 那错过就真的错过了 永远无法补救 只要美国一天不倒 还牢牢掌握世界话语权 就没有任何翻盘机会 会把其他小国的文化输出道路 全部封死 今天还有点名气的古建筑 明天就会被流行文化吞没明灭 正如智力复活节岛 石像古埃及金字塔 印度太基灵 雅典巴特农神庙 柬埔寨吴歌窟 土耳其以弗所古城 阿根廷方尖碑 约旦佩特拉 只要自己的人民抛弃历史 开始盲从外来文化 那这些古迹和掩灭的历史尘埃 没有什么区别 最终被归纳在史书里的某个角落 无人问津 只剩一点文明光辉 证明自己存在过 文化胜者可以全世界输出 失败者只能被一步步蚕食 而且满盘结束 所谓的世界文化大同 只是一厢情愿 因为融合后的文化 主导地位还在别人手里 这就是文化战争的本质 没有硝烟但很致命 今日中国 需要遭受整个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打压 能坚强撑下来 已经用尽全力了 哪怕这二三十年 努力追赶 经济总量上去了 文化仍然没有优势 更做不到引领世界 只能耐心等待 等待这片土壤肥沃起来 我们虽然有五千年文化沉淀 有充足的底蕴挖掘 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场文化战役逐渐走进下半场了 我们要做好准备